好 另外则民生消息是有关于财政部推动电子发票 现阶段也同时提供纸本 不过却有民众向立委陈晴 认为纸本电子发票的规格跟内容都没有统一 跟信用卡的签账单实在是太像了 而且很难对讲 财政部则表示 目前已经在研究电子发票的统一规格 纸片大约有名片大小 最快在四月底上路 现在到便利商店购买东西 电源给的不是传统的发票 而是电子发票 原本是要辨明的措施 却引起不少民众的困扰 有立委接到不少民众陈晴 现有纸本电子发票规格和内容没有统一 像是赶热纸列印 这跟信用卡的签账单存跟连很像 要便是和对讲都让人眼花缭乱 另外电子发票也给纸本 同样要砍数也不够环保 为了推广 为了拉高电子发票的使用率 它却有急救张的做法 什么叫急救张的做法 就是说 好了 你只要使用电子发票 我还是给你纸本的收据 这个纸本是赶热纸 这个赶热纸 还有环保问题 针对环保问题 财政部表示 电子发票现在虽然有给纸张 但是后端部分却省去信有的发票 存跟连的储存和运送 省下很多成本 在开立的端让民众还是拥有这张纸 可是它整个后面的十分之九的程序 还是都减纸了 所以在整个部分 例如来讲它就没有存跟连 财政部指出 目前已经有初步规划出纸本电子发票的统一规格 大概是名片大小 而且发表内容字体大小和位置都有明确规范 预计近期最后修订后送财政部审核通过 最快四月就会推动上路 记者沈小青 一磊七台北报道